你们最爱的琪琪 看一下这种植物啊 你们知不知道 这种植物是一种非常好的野菜 非常好吃 但是呢我不知道它的名字 却我却知道它的故事 这个呢是一种野菜 但是呢也是一种药材 它的叶子长得非常的漂亮 中间还要开花 看到没有 这里是小花肚 小花肚 边上这里呢还有清明菜 这个清明菜呢就谁都知道的咯 这个清明菜赶回去呢 做饼啊 做饼吃和糯米一起做来吃 或者就这样炒着吃 凉拌吃都好吃 但是这种菜呢 我们怎么吃这种野菜 我们要拿去 糖葫菇 糖葫菇 所以说有 知道这种菜的名字的朋友啊 都是高手 我跟你说啊 绝对是高手 全网第一高手 谁知道这种菜的名字的朋友啊 就 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视频下方评论一下 它叫什么名字 在我们这里呢 在我们这里呢就叫花苦苗啊 花苦苗 它要开花 而且它的味道是有点苦 而且它又是我们吃它是吃嫩苗 所以呢 就得知它的名字叫花苦苗啊 但是我不知道它的学名叫什么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别的地方啊 每个地方的叫法是什么啊 你们家乡叫什么呢 就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评论 转发 分享啊 想吃这种野生的清明菜的朋友啊 跟我自一生啊 想要这种野生的花苦苗啊 这种野菜的朋友 也跟我自一生 这个视频先分享到这里了啊 我们下个视频见 现在是在山上的土里 地里啊 看一下这里的山 下个视频见